一个男人一辈子最重要的就是成家立业,娶妻生子 可是不是所有的男人都可以在失婚的年龄找到合适的对象 而且现在的天价彩礼也早已成为很多婚姻的筷子手 最近我收到了一位网友的投稿 讲的是他们隔壁村的一个35岁的小伙 好不容易花40万娶了一个老婆 那个女的看上去可漂亮了 可是刚过洞房之夜,隔天晚上发生了一件事 让这个小伙当场就吓傻了 一怒之下,动手打了这个新娘子 那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我们接着往下看 也请刷到这个视频的朋友们 长按点赞按钮三秒,助力一下 谢谢大家 然后我们接着往下讲 故事的主人公呢,是一个35岁的农村小伙 叫王强 但实在他人生的前20年 大家都一直喊他张强 原因就是在王强刚出生6个月的时候 他的亲生父亲就因为工厂安全事故意外死亡了 有加上他父亲本身就是一个孤儿 所以王强的母亲在失去了家里的顶梁住后 一个人带孩子实在是很艰难 便在王强不到一岁半的时候就改嫁了 自那以后,王强就改名张强了 他的养父是一家制造厂烧锅炉的 因为有先天缺陷 一条腿有点瘸 但是人不坏 只是不爱说话 对王强也一直当亲生儿子一样对待 一直到王强上小学 母亲和养父又生了一个孩子 是个男孩 从那以后 养父对王强的态度就变得没有那么亲近了 有时候还会因为王强和班里的同学打架 动手打王强 那个时候 王强从没有感觉有什么 知道后来有一次 班里有一个同学 没事就要在王强的面前 说王强没有爹 是老张家捡来的孩子 刚开始 王强根本理都不会理 因为他回家问过母亲 母亲说养父就是他的亲生父亲 而且王强就是他怀胎十月生下来的 有了母亲的话 王强当时也放心了 可是随着王强长大 你是个没爹的孩子 这种声音越来越多 而且他也明显感觉到养父对他的态度有所变化 对自己的弟弟特别好 什么都紧着弟弟 而且到了初中 还是有人一直在那儿说他的闲话 还骂他的话说得特别难听 当时王强就忍不住和那个同学打了起来 事情发生以后 王强的母亲便被老师叫到了学校 母亲把王强领回家后 看到王强的样子实在是于心不忍 便不打算再瞒着王强 他说 其实你的亲生父亲不是你现在的这个爸爸 在你六个月的时候 你的父亲就因为意外离开了我们 后来我就带着你嫁到了现在这个家里 你之前也不姓张而是姓王的 就这样 王强知道了事情的真相 但是他当时只觉得心里松了一口气 因为他早有感觉自己不是养父的亲生儿子 现在听母亲亲口承认 心里的大石头算彻底放下了 最起码妈是亲妈 而且这十几年来 养父对自己相对来说还是可以的 就这样 一晃二十年过去了 因为大学没有考上 王强就上了激工学校 有一天他放假回来 还没有进家门 就听见里面在吵架 大概的意思 就是以后他的学费 养父不再承担了 因为弟弟也要花钱 实在负担不起 如果他要是想接着上学 就得自己挣学费 母亲当然不愿意 因为当时他嫁过来的时候 王强亲生父亲的扶婿金 都花在了这个家里 如今 虽说两个儿子都是肉 可是母亲也不想亏欠王强 便和养父吵了起来 最后越吵越厉害 养父说的话也越来越难听 王强实在听不下去了 便冲了进去 说 以后我的事情我自己想办法 不需要一梦 养父一听 又接着说 既然你都已经听到了 而且如今你也已经成年了 这么多年 我对你已经算是仁至义尽了 这个家 一直在靠我一个人养活 以后 你就自己养活你自己吧 虽然 母亲也很为难 但是因为她身体不好 一直就在家里 没有经济收入 所以也就没有办法再提她讲话 就这样 王强的学费和生活费都是靠自己兼职证的 毕业后 王强便做了一个让养父彻底和他断绝关系的决定 他回到了这个村子里 向派出所提出了申请改信 经过河时 派出所就把户口给改过来了 他的养父知道了这件事情 第二天就生死好他的东西 对他说 以后你的事和我们家再也没有关系 以后 媳妇 你自己去 我不会给你拿一封钱 王强从养父家里出来 就回到了他亲生父亲留下的房子里 可是 二十几年没有人住 房子早已经破败不堪 都属于微房了 根本不能住人 王强就只好拿着行李外出打工 刚开始 他就只能在汽修店里当个学徒 根本挣不上什么钱 但是王强这个人肯吃苦 眼皮子又活 学东西又快 很快就从土地变成了师父 可是 即使自己是师父 可是工资还是涨不上去 挣着钱也只够自己生活 后来王强就开始结私活了 手里攒下了点钱 点回村子里 把他父亲留下来的老房子翻修了一下 可是 就在王强刚活三十岁生日没多久 他接私活的事就被眼红人举报了 单位就把他开除了 王强一想给别人打工终究挣不来大钱 便向身边的朋友借了点钱 又加上自己手里的积蓄 开了一个汽修店 条件渐渐的好了 身边有人也开始给他招落对象了 有一天 村里的周大妈神神秘秘的就进了王强的店 就和王强说 你猜我今天干什么来了 王强不好意思的笑了笑 他知道周大妈是出了名的媒婆 周大妈坐下来就开始给王强说 隔壁村子里有一个姑娘 长得可好看了 但是他不喜欢那种 有嘴滑舌的人 于是他们家就拜托我 给他姑娘找一个老实一点的人 要不大妈就安排你们见一面 看咋样 后来王强就和那个姑娘见面了 的确像周大妈说的 长得真的很漂亮 而且性格也好 说话也很温柔 后来相处了一段时间 周大妈看王强和那个女人相处的不错 就说既然相中了 就抓紧时间定下来 免得夜长梦多 王强一想 大妈说的对 可是大妈说 姑娘家哪哪都好 就是财力有点高 王强一问 四十万 听到这个 王强也是吓了一跳 后来一想 要是争的话 四十万 娶一个好女人 他也认了 所以 王强为了凑够这四十万 能借的都借了 后来实在逼得没办法 他就去借了高利贷 终于凑够了四十万 可是当他高高兴兴的 总被上门提亲的时候 女方又提出了一个要求 说财礼里面不包括三斤 三斤的钱 得单独给 可是 王强实在是没有多余的钱了 但是走到现在 他又不想放弃 于是 就又去借这个高利贷 最后 女方终于同意了 一个月后 两个人就办了婚礼 当天 王强特别高兴 喝得最汹汹的 到了晚上的时候 王强进到轰房里 黑漆漆的 正准备开灯 可是媳妇直接就把他按倒在床上 那样的情况 王强根本就想不了其他的 第二天 当王强醒过来的时候 媳妇已经起床了 还给他做了早餐 他一边吃早餐一边看媳妇 越看媳妇心里越美 自己的媳妇真是越看越漂亮 可是晚上的时候 媳妇又不让他开灯 这个时候 王强就觉得有点奇怪了 心里面就很好奇 为什么媳妇不让他开灯呢 于是 到了半夜的时候 他趁着媳妇熟睡 一下子就把灯给打开了 这个时候 王强瞬间就梦了 吓了一大跳 眼前的人 哪是他媳妇呀 这张脸 他从来没有见过呀 白天的媳妇 长得很清秀 脸上很光滑 什么都没有 可是眼前的这个女人 脸上都是黄斑 面色沧桑的 于是他直接就把媳妇弄醒 质问他 你是谁 为什么会睡在我的床上 女子最后无奈地说出了事情的真相 她根本就不是三十岁 今年已经四十岁了 家里面还有一个十八岁的女儿 白天他化了很浓很浓的妆 把这脸上的瑕疵全都给遮起来了 到了晚上的时候 就把这个妆给卸了 不想让王强看到他的样子 所以才不让他开灯 听到这个事情的真相 王强瞬间就火爆三丈了 觉得自己真的是被彻彻底底地给欺骗了 一怒之下便动手打了这个女人 当然他就提出了离婚 可是那个女人却哭着求他 说不要和自己离婚 说自己已经爱上他了 大家把观念留在评论区里 好啦 本期视频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